战争爆发 发射一枚东风41导弹需要多少钱 所谓东风快递 使命必达 订单下单 该部退还 东风导弹家族作为我国最硬核战略力量 可谓是名阳海外 威震四方 而东风41作为东风家族中的最强存在 于2019年10月1日首次公开亮相 也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相比东风家族的其他情况 东风41兼具了东风舞弊的毁伤力 和东风31一具的机动性 是东风家族中威慑力最强的战略核装备 没有之一 作为典型的第四代战略导弹 它不仅射程员 精度高 而且采用灵活的机动发射方式 在实际情况中 拥有更高的存活能力 而在强大的性能之下 必然是高昂的造价成本 高达20亿人民币左右 之所以有如此高的造价 首先就是导弹本身使用了大量先进技术 包括昂贵的碳纤维翘体材料 高能固体推进技术 其二就是导弹生产到存储转域 后期维护和保障 再到最后的发射 每一环节都是钱堆出来的 所以东风41导弹的价格 真不是咱们普通人能想象的 但话说回来 只有有了它 咱们国家的安全就更有保障 要知道东风41使用的是固体燃料推进 其发射准备时间很短 一旦有别国导弹来袭 东风41仅需数名操作人员 就能完成发射任务 达到真正的初期制射 而且它还可以最多携带 石煤分导式核弹头 其利用的多弹头 独立重返大气层载具技术 不仅可以让每个分弹头都有独立的飞行弹头 还可以让它们分别自主调整轨迹 去攻击不同的目标 也就是说 这十枚分弹头 每一枚都可以看作是一枚独立的导弹 而每一枚分弹头的威力 最少都相当于20颗广岛原子弹 十枚就相当于百颗广岛原子弹 其威力足以摧毁十座城市 而最重要的是 它的速度7块 16分钟可以飞到伦敦 20分钟直达纽约 能够抵达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而且末端飞行速度高达25马赫 能无视任何拦截系统的存在 很多人拿东风41和美国的 民兵三和俄罗斯的白羊岸相符 其实后两者虽然早在几十年前 就已享誉全球 但白羊岸其末端突防速度仅13马赫 而且只能携带一枚核弹头 战场生存压力很大 民兵三更是几十年没有技术更新 所以说 东风41虽是后起之秀 但无论是导弹的射程 命中精度 还是分导式弹头的生存能力 发射方式的多样化都已经占据上风